指高无上的是天,天空的天,而比天还高的是夫,大丈夫的夫,所以说夫比天高,丈夫盯着桌上的饭菜看了数秒后就将妻子狠狠数落了一番,瞧瞧这一桌寒酸的青菜,连一丁点肉末都看不到,你怎么忍心看我吃这个,简直就是一堆杂草,你当我是老黄牛吗,天天吃草料,一家支主发脾气了,妻子吓得瑟瑟发抖, 他紧张的握紧了拳头,并委屈巴巴的说,老头子对不起,这个月的生活费已经不够了,见妻子说起了生活费,男人立刻就不算了,他一把将桌子掀翻了,并朝着妻子咆哮,你这个疯婆子,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,到时候会一字信给你解决的,你就不要每天念叨生活费了,如果下次还在饭桌面前说这种话,看我不好好收拾你,说完,丈夫叫妻子去拿一瓶啤酒来, 因为现在一肚子气,已经吃不下饭了,此时一身菜汤的儿子直勾勾地盯着丈夫,丈夫忍不住问了一句,臭小子,没有说你,你是不是也疲痒了? 说完,儿子低着头,并露出了一次邪恶的笑容,啤酒来来后,丈夫就痛快地喝了起来,然后一边喝,一边嘀咕,真是没礼貌,没年迟,这对母子完全没有对一家之主的尊敬,还说没有生活费了,之前明明都说好了,到时候会一次性解决的,唉,这疯婆子连厚着脸皮出去奢账的能耐都没有,也不对,不是没有能耐,而是不够尊敬, 如果尊敬一家之主的话,疯婆子绝对可以办到的,这天丈夫正在家里看球,然后妻子就跪在一旁给丈夫削苹果,见妻子突然停手了,丈夫忍不住问了一句,咦,怎么了,发什么呆,是不是想用这个捅死我? 妻子啊了一声,就陷入了沉默,丈夫心想怎么会呢,当然不会了,这对母子是什么人,我还不清楚吗,以前当我处境好的时候,这对母子可能还尊敬过我吧,不,不对,也不是尊敬我,只是尊敬我的钱而已,这对置任钱的寄生虫,苹果吃完后,丈夫问妻子,喂,今天是发工资的日子吧,妻子吞吞吐吐地回答,前几个月预知太多了,所以这个月的工资已经没有了, 丈夫听了,顿时就弄住了,什么,提前花掉了?说着,丈夫抓起水果刀并喊道,好吧,那就今天做个了结吧,见丈夫紧紧握住了水果刀,妻子立刻哭了出来,老头子,我错了,我真的错了,求求你,见妻子哭得稀里哗啦的,丈夫就又回忆起了之前的幸福生活,原来他们一家三口,之前是很富裕的,可是后来妻子突然就沉迷赌博,不仅输光了所有的家底, 还欠下了一屁股债,然后这个家就彻底破碎了,丈夫每天都要笑脸相迎各种债主和中介,丈夫太累了,她看不到希望和未来,她想逃离这里,但是身为一家之主的大丈夫,她没有逃避, 即便每一天都是深渊,是地狱,丈夫也都咬着牙,坚持到了今天,妻子又将哭声放大了好几倍,老头子,我真的错了,你就不要死了,而这一次,丈夫再一次坚持了下来,放下了手中的水果刀,接着,丈夫问妻子,还剩多少天呢? 妻子立刻停止哭泣,并淡定地回答,就剩两个月了,好吧,去拿酒来吧,没错,丈夫只能通过酒精来麻痹自己了,画面一转,距离两个月的时间,就剩最后一天了,丈夫实在是受不了了,她狂躁地喊道,快拿酒来,没有酒,我就要跳下去了,见父亲控制不住了,儿子一把冲上来,紧紧抱住了父亲, 这一次,妻子非常淡定,她没有紧张,也没有伤心,儿子淡淡地说,老头子,我相信你,你一定可以的,你是一个好丈夫,也是一个好父亲,然后丈夫又开始回忆,回忆之前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,第二天一早,丈夫给自己换了一身干净的西装,毕竟大丈夫的权威是至高无上不容侵犯的,所以无论面临怎么样的苦难和困境,家人都要敬养一家之主,一切准备就绪后,妻子将 保险拉了出来,丈夫在仔仔细细阅读完人生保险的条款后,就问了妻子一句,保险金总共是多少来着,妻子回答,三百万吧,三百多万,那就可以一次性解决了,然后丈夫又问了儿子一句,你尊敬我吗,儿子低着头回答,尊敬,真心尊敬,说完,丈夫将领带细在了脖子上,并将另一头细在了天花板上的铁钩上面,随着砰的一声,一直被踢倒后,丈夫也终于 离开了这个世界,看到丈夫在半空中摇晃着双脚,妻子和儿子露出了他们最真实的嘴脸,最后画面定格在保险条款上,第十三条,保险合同生效两年后,无论投保人因何故死亡,均需向受益人支付保险金,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,关于最后的结局,聪明的小伙伴应该都看明白了,这对母子真的就是一对寄生虫,因为母亲赌博欠下了债务无利偿还, 于是父亲就和母子俩商量好,利用上吊来骗取保险的方法,不过这种保险有限制条件,必须购买两年才能得到保险金,而在这两年里,母子俩也不是很尊重她,毕竟她两年后就会死,小伙伴们有什么想法可以分享出来哦,电影娱乐,与你解忧,下次再见。